第431章 虚天殿 略异成因之后 韩丽在文强期盼的目光中 缓缓说道 文兄既然也是妙音门的人了 那应该知道 我只是名义上的长老而已 从来不插手门内的任何事情 不过 此事若真像文兄说的这样 思悦道友受了很大的委屈 我自会再见到子灵道友的话 顺便提及一二的 不过子道友会不会听 这就不好说了 文强听到韩丽没有一口包揽此事 心里略有些失望 但也知自己和对方交情不深 能救下自己妇女并做到这样 已经算很念旧情了 也没什么埋怨之心 脸带感激之色的连声道谢 并让文思悦上前给韩丽再行大礼一次 但被韩丽笑着拒绝了 不过 韩丽仿佛有点疑惑地又问了一句 思悦道友不是卓又使的弟子吗 你们没向卓又使提及此事 听了韩丽此言 文思悦却神色更加黯然 轻声地解释道 韩前辈不知 这次吩咐 我来此办事的 就是家师的一位至亲 家师也希望我能和那人结成双修道理 但被我拒绝了 这让家师很生气 说完这话 此女一脸的无奈之色 显得欺民艳丽之极 让韩丽看了 也不禁呆了一呆 但随即不敢多看地 转头对文强说道 我还另有要事在身 恐怕不能和你们一路同行了 在下就告辞先走一步了 说完此话 韩丽冲两人一拱手 文强妇女自然不好说出 什么挽留的话语 急忙在说了几句感激的话后 韩丽就微然一笑地 化为了青红 破天而去 望着青红消失的方向 文强妇女无语了一会儿 伴赏之后 文思悦才不满地叫声道 父亲 你可从来没告诉我 你竟然和本门的韩长老是旧识啊 而且听你们的谈话 似乎这位前辈未接丹时就认识了 能不能说给女儿听听 要知道 韩长老对我们这些弟子来说 可神秘得很 此女说着说着 原先的埋怨之意 竟变成了好奇的话语 文强听了少父这话后 叹息了一声 才有些怜爱地说道 魏父和这位韩前辈 只是庶面之缘而已 并没有什么深交 而且 当初我认识对方时 他的修为和韩父差不多 并没有多高 在供奉堂内 突然见到此人画像时 我还真下了一大跳 随后数日里 心境都无法安稳下来 此人竟能进入了结单期 还成了本门的长老 真是不可思议啊 文强说着说着 脑中不由地浮现了 和韩丽认识时的情形 竟停止了话语 一时有些失神起来 文思越见此 似乎知道自己父亲在想什么 就默默地在一旁静静地等着 妇女之间 一时又安静了下来 只有天上流风吹动衣衫的声音 哗哗作响 空旷海域附近 忽然变得热闹了起来 隔三差五地 就有修士急速飞向此处 然后惊喜之极地 往天空高处飞去 在那里 有一座雄伟巨大的宫殿 漂浮在空中 文思不动 此宫殿高约百丈 通体用洁白无瑕的美玉制成 精致华美之极 散发着淡淡的荧光 周围则被一层 凝厚地金色光照包在了旗内 在高约千丈的天上悬挂着 而那些寻来的修士 毫不迟疑飞向此宫殿 白光一闪后 很轻易地通过光照 走进了宫殿之内 这一日 一道青红及时飞来 在到了宫殿下方的海面时 漠然停了下来 清光一脸后 显出一位相貌普通的青年出来 正是暗图寻觅而来的寒历 他有些疑惑地 望了望手中的锦帕地图 四处眺望了一下 可是空旷旷的 什么都没有 随后往下方的海面 凝视了好大一会儿 仍然一无所获 韩丽脸上的疑色 不由得更浓了几分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似的 猛然抬头一望 戏 一见那身处云霄中 犹如琼楼玉台一样的宫殿 韩丽倒吸了一口气 一脸的惊诧之容 他呆呆地望了此宫殿好半天 才回过神来 不过并没有贸然地靠近此宫殿 神色一动身上青光一闪 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片刻之后 一朵赤红的红云急速飞来 在韩丽消失地方的 不远处停了下来 然后红云一散 一位满头红发的老者 出现在了那 手上拿着块同样的锦帕 他低头瞅了一眼锦帕 冷目打亮了下四周 就毫不迟疑地往天上望去 立刻望见了 那座空中宫殿 不由得满脸喜色 随后 红发老者想也不想地 再次化为红云向天上飞去 当老者身上白光一闪 人钻进了金色光照后 韩丽的身形 才在附近再显现出来 他眉头紧皱 神色阴晴不定 接下来的七八日后 韩丽耐心地隐匿在一旁 又见到两名杰丹修士 飞进了光照进入宫殿 他们同样忍守一只锦帕地图 韩丽终于忍不住了 这一日 他自己也飞到了金照前 单手一番 将那地图取了出来 将灵力缓缓注入地图内 顿时从图上发出白色的灵光 将韩丽包在了旗内 然后韩丽轻轻一迈步 人就如若无物地 穿过金色光照走了进去 回头望了望光照 再望了望那华丽之极的宫殿 韩丽不再迟疑地飞了过去 飞进此殿 韩丽才发觉 在宫殿十余丈高的入口处上方 还有三个陡大的银色古文 虚天殿 这三个字不但气势惊人 比走勾画之间 更是锋芒犀利之极 他只是稍微望久了一会儿 双目竟产生了隐隐作痛的感觉 这让他吓了一大跳 急忙低下头去 不敢再看 心里惊骇至极 瞅了一眼深邃的宫殿入口 韩丽一咬牙 小心地走了进去 一进店门后 韩丽愕然了 因为眼前出现了一条 笔直并且一眼望不到头的狭窄通道 通道同样是用金银透彻的美誉 弃成 若仅是这样也就罢了 但这通道宽 只有两三丈 却高达三四十丈高 让人走了进去后 心神压抑之极 非常不舒服 韩丽皱了皱眉 想了想后 将神石放了出去 但马上脸色微微一变 神石一碰触四周的墙壁 就被毫不客气地反弹了回来 根本无法渗入半分区 更别说探索宫殿的情况了 韩丽目中金光一闪 向一面玉碧名神细望去 这才发现在上面有 若有若无的荧光闪动 若不细看 根本无法发现 看来整条通道 已被大神通之人下了禁止了 韩丽伸出手指 在美玉上轻轻抚摸了一会儿 虽然无法辨识静止的确切种类 但其中蕴含得深不可测灵力 还是让韩丽心里微颤 她默然地收回了手指 单手托起下巴 在通道中静静撕亮了片刻后 才又抬不向前走去 韩丽眯着眼睛 在通道内不慌不忙地左顾右盼 既然此地设有静止 她倒不用害怕 有人潜伏在附近偷袭了 尽可大胆地向前走去 不过 这好似小峡谷的通道真的够长 韩丽足足走了一顿饭的时间 才晃悠悠地走到了尽头 一个散发着水蓝色光芒的出口 出现在了眼前 韩丽精神略微一震 加快了几步 急忙走了过去 结果入目的一切 让她眼神一缩 心里漠然一惊 眼前的蓝芒中 竟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巨大厅堂 此厅堂的面积 足有三四百丈之广 雄伟宏大之极 就是同时进去数千人 也不会显得涌极 更奇特的是 听堂中均匀竖立着 数十根粗大玉柱 这些玉柱 不但虚数人才能环抱柱 并且精雕细魔 每一根上 都可有各种韩丽见过 或者未见过的真情异寿 一个个栩栩如生 灵气十足 尽无一个相同 而就在部分柱子的顶端 则或站 或坐 数十名衣着各异的修士 这些修士 除了个别己人外 全都一人独占一根柱子 并且谁也没有大声说话 全都在各行其事 而韩丽的到来 只引得一小部分修士的 懒洋洋注意 但其中有几人则 露出了惊讶之色 韩丽脸上 则显出一丝苦笑 因为这几人 她也同样地认识 第四百三十二章 极英祖师 别人不说 才分手没多久的玄谷上人 她可是一眼就看见了 其孤零零地盘坐在 厅堂内的一角 正冷冰冰地望着她 眼中有些 掩不住的意外之色 而在另外一根 玉柱上站立的男女二人 其中眉清目秀的女修士 同样愕然地望向韩丽 满脸的吃惊之色 竟是妙音门的紫灵仙子 而其旁边 则有一位神太从容 风神飘逸的青山男子 此男子见紫灵仙子的神情 有些古怪 不禁顺着她的目光 上下打亮了韩丽几眼 见韩丽是一副 年纪轻轻的模样 不禁目中寒光一闪 朝紫灵仙子 问了一句什么话语 结果紫灵仙子 鸣嘴轻盈的一笑 和此男子低语了几句 似乎再向其说明 韩丽的身份 韩丽皱了皱眉 对男女二人的行为视而不见 目光却向另外一处 冷然瞅去 因为从此处而来的眼神 明显带了一些不善之意 这让韩丽有些奇怪了 结果入目的一位老者 正一脸怒涩地望向她 韩丽一正 随后就认出了对方 暗觉麻烦来了 对方竟是那六连殿的苗长老 当初因为英里受益时 对方和那信古的长老 想要杀人灭口 却没想到被韩丽借着对方元气大伤 和阵法禁止的奇笑 反将对方灭掉了 此事过了这么多年 这位苗长老竟然还记得她 看来她和被击杀的那位 古长老真的感情够深啊 韩丽虽然心里嘀咕了几句 但如今也不怎么放在心上了 就一转脸地略微查看了下其他的修士 剩下的就没有她认识的人了 于是她犹豫了片刻后 还是穿过蓝芒走进了大厅之内 并随意找了一根无人的玉柱 飞上顶端 学别人一样的盘膝坐下 然后才正式打量那些不认识的修士疾眼 因为神识在厅堂内同样受到了禁止 所以韩丽也看不出其他修士的修为如何 只知道这里恐怕大部分都是杰丹七以上的修士 铸鸡七的修士恐怕反而少之又少了 甚至说不定连元英七的老怪都来了不少 抱着这种想法 韩丽虽然盘坐不动 却小心地一一审视了其他的修士 一会儿的功夫后 终于让她看出了一些蹊跷 发现了两名十有八九是元英七的修士 一位是黄袍白眉 脸庞轻瘦的老年如生 此人一只手悠哉地到背身后 另一只手捧着一卷破旧的竹简 津津有味地看得不停 并不时地摇头晃脑几下 颇有几分书呆子的样子 另一人则是位洁白亦无尘的中年美妇 此妇人容颜秀丽 但浑身散发着冰刺入骨的寒气 一副生人物尽的样子 此刻 这位冷若冰霜的美妇 面无表情地擦拭一把带翘的乌黑长剑 从韩丽在厅堂外出现到进入厅内 她就根本没有瞅过一眼 看起来非常高傲的样子 其他修士中 虽然也有些气定神闲 冷漠之极者 但和这两人一比 那分从容就显得有些虚假了 而且这里的大部分修士 妄想这两人的眼神中 都不由得带有一丝敬畏之色 这可是其他修士没有的 仅此一点 韩丽就肯定 这二位一定是元英七的高人 当然韩丽也清楚 除了这二人外 其他修士中 肯定也有一些特殊的家伙 一样小瞧不得 最明显的例子 就那玄谷上人了 论秀为老魔 似乎只有杰丹后期的样子 但真正厮杀起来 杰丹后期的修士 远不是其对手的 几乎可以说是 仅次于元英七的存在了 谁知道其他人中 还会有几个这样的 半猪吃老虎的家伙 韩丽心里嘀咕个不停 却似乎忘了 她自己灭一位同阶的修士 好像也不是多费力的事情 不管怎样 韩丽一番算计后 心里越发地谨慎了 并不识得暗自合计 这些人聚到这里的真实目的 总不会为了 开什么无聊的修士大会吧 毕竟无论是那锦帕残途 还是这座空中漂浮的虚天殿 都表现得如此神秘 甚至连元英七的修士 都被吸引来了 说明 此地肯定会有 了不得的事情要发生 但可惜的是 她对此一无所知 否则倒可以 暗自计划一下后面的行动 省得到时候 有什么危险和突发事情发生 她只有见机行事了 韩丽正暗响之际 耳边忽然传来了 玄谷上人的悠悠传音 小子 没想到 你也有虚天残途 这次曲宝 我们合作一把怎样 曲宝 一听了这两个字眼 韩丽心里一喜 知道自己 这次总算来对了 但脸上却保持着原来的神色 平静地回传了一句 不知前辈打算怎么合作 可以先说来听听 玄谷上人化作的少年 一听韩丽没有一口拒绝的意思 不经精神一震 正想在传音细商谈时 听堂入口处 又传来了脚步声 接着从外面大摇大摆地 走近了两人来 韩丽和玄谷上人一看清楚 这二人 竟同时神色大变 韩丽还好点 只是脸色有些发白 而玄谷上人则完全面容扭曲 目中露出嗜血的疯狂之意 但幸亏她够心机深沉 这种神情 只是在棋面上一闪即过 就马上恢复了正常的神色 刚进大厅的二人 并未曾发现 玄谷上人的异状 不过 韩丽望着这二人 心里暗暗叫苦不已 因为两人中的一位 竟是那吉阴岛的少岛主乌丑 另外一位虽然韩丽陌生得很 是位面容苍白 两眼细长的中年修士 但她心里却隐隐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不禁又有些后悔来此了 这时 中年修士带着乌丑进入了大厅 四下冷眼一扫 随后 目光在一位面色焦黄的修士脸上 停顿了下来 接着就冷笑了几声 黄脸修士面如土色 身形有些微微颤抖起来 但随后她又想起了什么 身子马上一挺 竟又站直了起来 好 很好 中年人冷笑地说了几声后 目中寒光一闪 就不再理睬地向韩丽瞅来 这人的目光刚一落到韩丽身上 韩丽顿时犹如被毒蛇钉上一样 不由得寒毛倒数 虽然看起来神色不变 但实际上 心里大为的忐忑不安 但马上 韩丽就愕然了起来 因为中年人一看清她的面容后 脸上惊露出了一丝眼不住的惊喜之色 虽然很快 她就恢复了正常 但韩丽却早已瞧得分明 这下 韩丽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心里一律跟上 这一幕 被那玄谷上人看清楚后 同样一愣 随后 她眼珠转动了几下后 低头沉思了起来 此时 中年人已望见了老年儒生 和中年美妇 微微地一震后 就把目中的寒毛一收 面带春风地冲着二人一抱全说道 没想到南鹤岛的青凶 和白碧山的温夫人也到了 乌某真是失敬了 有什么失敬的 青某可不比乌兄的吉英岛家大业大 也只能来这里碰下运气而已 毕竟这是三百年 才有一次的机会 而且我听说 蛮胡子这次 好像也得了一张别人孝敬的虚天残徒 恐怕不久也会到此的 道内是我们挤得老不死的 倒可以 真的再句上一句了 老者将手中竹简轻轻放下 有点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蛮胡子要来 中年人神色变了一变 似乎对这人忌惮一场 是啊 听说他因为寿元快到了 这次想去虚天殿内 找些寿元果 来炼制几颗长生丹 希望能多活个五六十年 老者洋洋地说道 似乎有些冷嘲的味道 而冷若冰霜的美妇 则头也没抬地 继续擦拭他那把宝剑 根本不理睬这二人的言谈 韩丽听了他们的交谈后 情不自禁地深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话 可让他知道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这中年人果然就是那 附身过乌丑身上的吉英祖师 听他们的言语 还会有一位 元阴七高人要来的样子 在虚天殿内 竟有能延长人寿元的灵药 真是不可思议 难怪连元阴七的高人 都眼巴巴地跑来了 第433章 九曲临参 韩丽一边思量着 刚刚得知的信息 一边暗想着自己 是不是真要烫这次的浑水 虽然不知道 前面会遇见什么 但这座个古怪的空中宫殿 一看就是类似 越国血色失恋的地方 全都是那些蛮荒石的古修士建造的 里面宝物虽然不少 但同样危险 一定少不了的 而那吉英祖师刚才的莫名表情 则让他实在心里发毛寒 不知对方打的什么鬼主意 也许不管此地的事情 立刻退出 才是明智之举 不过 听这几个老怪物说 这里竟是三百年才能进来一次的 若是就此退却掉了 他很可能再也没有这个机缘了 这让韩丽又愁愁了起来 韩丽正拿不定注意的时候 耳边却传来了玄谷上人的话语 小子 你身上有什么吉英 是在必得的东西 否则 他怎会对你 露出这种表情来 若我没有猜错的话 小子 恐怕要倒大霉了 玄谷的声音 虽然平平淡淡 但明显充满了讥笑的意味 听了这话 韩丽心里冷哼一声 立刻回声道 若是这位吉英导主 知道阁下就在这里的话 想必会更高兴地 多半会和前辈 好好续一下师徒情分 你敢威胁我 玄谷上人一听韩丽这话 口气阴森了起来 不敢 以前辈的身份和手段 在下怎敢如此呢 不过 前辈还是不要幸灾乐祸的好 否则晚辈性命不保的情况下 说不定会说出什么失言的话语 将前辈牵扯出来 韩丽面无表情地讲道 玄谷半天没有作声 就在韩丽 以为对方恼羞成怒 意识不会再打搅自己时 耳边默然传来一句冷冰冰的话语 话里的内容 让他先是一愣 但随即惊喜起来 你想不想结成原因 前辈 这话是什么意思 韩丽强压住心中的兴奋 冷静地问道 嘿嘿 什么意思 我的话很简单 我知道一种 让凝结原因机会倍增的东西 此物就在这虚天殿内 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法了 你若肯和我联手 趁此机会 除掉极因这个逆途 我就给你指明此物的所在 并将得手的方法 一一告诉于你 这个条件怎样 要知道 若不是我修炼的 乃是妖鬼之道 根本用不上此物 这东西 是说什么 也不会让于你的 而即使你不肯 和我联手 极因看样子 也会主动找上你的 到时候 嘿嘿 玄谷用诱惑和威胁 并用的口气 徐徐讲道 并一点不掩饰 对极因祖师的满腔杀意 韩丽听了后 没有马上同意或拒绝 而是坐在那里 默然了起来 脸上眉头微皱 满是沉吟之色 玄谷上人化身的少年 同样从容至极 不急不躁的样子 他相信 只要是杰丹七的修仙者 就没有人能够 拒绝如此大的诱惑 他只要尽等 韩丽的答复即可了 这时 极因祖师和乌丑 飞到了老年 儒生旁第一根空柱子上 和那儒生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 并不时地 冲到温馨美妇 说那么一两句 可是妇人在擦拭 玩宝剑后 就将常见一收的 闭目养神起来 根本连眼皮 都没有抬一下 一副不想理睬的模样 极因祖师受到如此冷落 却没有动怒 和露出尴尬之色 仍然满脸是笑地言谈着 显然诚服极深 韩丽眼光微微一瞥地 将这一切看入眼内 对极因祖师 越发地忌惮起来 此人不仅是修为高深 心机看起更是远超常人 若非如此 当年玄谷老魔 怎会栽在他手上 被其害的转修鬼妖之道了 连轮回之路 都彻底堵死了 让玄谷 恨不得将其措骨扬灰 不过 不管玄谷老魔 和极因之间的恩怨 如今他竟被此人给盯上了 这下他对来说 可大事不妙了 虽然不能说 如今的他 在圆阴七修饰 面临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但真要正面为敌 能成功溜掉的可能性 还是低得可怜 毕竟杰丹初七 和圆阴七的修为 实在差得太远了 即使他的法宝 和诗经虫再厉害 估计也只有 被人家击杀的份 这样思量了一会儿后 韩丽终于传声 向玄谷问了一句 稍微给我介绍 一二你说的东西 我总不能听你信口一说 就马上对上 一位圆阴七的修士吧 韩丽嘴唇微动地说道 这当然 只要你愿意和我联手 就是不问此事 我也会透露一二的 玄谷脸上隐隐一喜 随后偷偷传声回道 韩丽听了这话 并没有再说什么 干脆坐在那里 轻轻闭上双目 装作炼气的样子 那样东西叫九屈灵参 乃是天地灵气所化之物 虽然本体只是一种灵草 但其灵性十足 从诞生之日起 就会幻化成各种动物或昆虫 能够自行活动 还非常擅长钻土入木 许多年前 我就在这虚天殿中 看到过此物 只是当时修为过低 又实在没有合适的法器捕捉 只好作罢了 而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又以原因修成 自然不会花费力气在这上面 现如今 只好便宜你了 玄谷仿佛有点不舍地说道 九屈灵参 韩丽听了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此物 韩丽可是久闻大名了 这可是传闻中的仙草啊 虽然在许多灵草典籍中 都看到过此物的名字 但韩丽总以为 这种东西 就是真的在凡间出现过 那也是蛮荒时候的事了 难道这虚天殿 还存有此物不成 不过 话说回来了 在这些古修士遗址中 发现一两株这样的仙草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这九屈灵参 对凝结原因大有用处 他还真是头一次听说过 那些书上 对此物的具体用途 可都说得寒寒乎乎 丝毫没提及此用途 老魔不会为了骗自己联手 故意拿谎话蒙他吧 韩丽有些怀疑起来 也许猜出了韩丽心中的疑虑 玄谷随后又接着说道 放心 等会闯关的时候 在第二关的地方 我就会先协助你 抓住此物 然后等到解决掉难逆途后 我会再给你一张灵药秘方的 到时 你只要按照配方上的步骤 一一去做 就可以充分利用此物 让你凝结原因几率提升不少 不过 此次来徐天殿 我也有样东西 是势在必得 对我今后的修炼大有用处的 到时候你也出手相助一二 这样一来 我的把握 才能更大上一线 玄谷主动解除了韩丽的猜疑 随后又提了一个 不轻不重的条件 打消了韩丽的大部分疑心 好吧 若是你真有把握几笔吉英的话 我出手协助下 也未尝不可 韩丽终于答应了下来 暂时和玄谷结成了盟友 只是这个盟约时 脆弱得很 能支持到何时实在难说 估计那吉英祖师被灭之时 也就是他们关系破裂之时 但韩丽心里 还是长出了一口气 听玄谷老魔的口气 这个虚天殿 他近来了不止一次了 有这样一位老马识徒的盟友在 总算比刚才两眼一抹黑的情况好多了 他最起码可以从对方口中 知道一些虚天殿的基本情况 并在对付吉英祖师前 对方还是可信的 就这样 韩丽和对方定下一个口头上的协议后 就旁敲侧击地 开始从对方口中 探听这虚天殿的大概情况 和玄谷老魔偷偷地谈乱了大半天后 韩丽的脸色变得不太好看 看来机会和危险总是并存的 此次的虚天殿之行 还真是危险重重 他不禁轻叹了一口气 随后真的将心神沉静了下去 开始练气打坐了 在这个大厅内 韩丽倒不用担心 谁会突然偷袭 因他早已试过 除了一些漂浮术之类的小法术外 移动用一定数量以上的法力 立刻就会法力外泄 无法施术成功 甚至就连体内的法宝 这里也如同死物一样的 全无法寄出 这里的静止 还真够神妙无比 随后 厅堂内的修士 在后面的五六日内 越来越多了起来 竟渐渐达到了百余人之多 玉珠的顶端早已站满了修士 那些迟来一步的修仙者 只好在厅堂的地上 随便找个地方 暂时休息一下 第434章 聚集 但又过了几日后 找来此处的修仙者 渐渐稀少了起来 甚至今天一上午 都没见有新人进来 但基因祖师和儒生老者 却神情凝重了起来 不仅不再交谈 反而不时向入口处寻觅着 仿佛在等什么人一样 难道是那位蛮胡子 韩丽自然注意到了这种情形 心里有些好奇 同样留神起来 到了下午时分 厅堂入口处 终于又响起了脚步声 接着 蓝芒闪烁几下后 从外面一前一后地走进两人来 一位是鹤发童颜 面目红润的老道 另一位则是老农打扮 满脸苦涩的黑兽老者 一见这两人 厅堂内的众修士一阵的骚动 大部分人都露出了敬畏的目光 望向这二人 看来这二位的名声可不小啊 可基因祖师和儒装老者 望向他们的眼神极为的不善 特别是基因祖师 神情骤然阴厉起来 而这新来的两位高人 一看到基因祖师等人 也同样露出了敌视目光 那老道更是哼一声地直接说道 基因老魔 你们来得到够早的 看来 你们魔道中人 对此次的虚天殿之行 势在必得了 天物子 不是本祖师来得早 而是你们这些伪君子 来得太晚了 亏我还以为 二位手中有残途的消息是假的 没想到最终还是寻来了 不过这也好 正好让本祖师度化了你们 基因祖师脸阴森森地说道 基因 你要度化谁 要不连本人一块度化了吧 未等那老道开口反击 听堂外竟然又传来一声浑厚的声音 基因和儒妆老者一听此声音 脸色骤然大变 而那原本默不作声的美妇 却猛然一抬头 盯向了入口处冷冷地说道 万天明 你也来了 温夫人都来了 本人到此有何奇怪的 随着此声音 外面人影一晃 走进了一位紫袍玉带的中年人 这人方脸浓眉 一张口两排白牙闪闪发光 漫不经心地邪丑了一眼美妇 就望向了吉因祖师 给人一种气势滔天的感觉 吉因祖师被对方如此不客气地望着 却面色阴沉 嘴唇紧闭 竟漠然不语起来 这让韩丽大吃了一惊 不禁仔细打量了这人熟眼 既然连吉因这位原鹰初期修士 都对其畏惧三分 难道此人是原鹰中期的修士不成 韩丽轻易地猜测起来 她如今已看出来 这三人鹰是乱星海正道中的修士 和吉因祖师等魔道中人 正好是对头 而听堂内其他修士的骚动 在这中年人进来的时候 居然马上进了下来 只能隐隐地听到有人轻轻说什么 万法门门主之类的话语 显然这位中年人的名头 似乎游在前两人之上 万天明 本夫人坐下的世间婢女 是被你门下一位弟子打伤的吧 温姓美妇 却似乎不畏惧此人 毫不客气地质问道 谈不上什么打伤 只不过我门下弟子 见你剑壁的修为不错 稍微切磋一二而已 难道夫人为了这点小事 向万某星试问罪不成 万天明眼睛一眯 神色淡淡地说道 什么切磋 我那位剑壁 只是助击出气的修为 你那弟子分明势强凌弱 是否存心欺辱我门下 美夫面色一寒地说道 欺辱夫人的门下 我怎么敢呢 看在尊夫六道的面上 我回头让那位弟子 给夫人赴金请罪就是了 中年人微皱了下眉头 就不在乎地说道 我的事和六道有什么关系 你若不情愿的话 我倒想用丸凤剑诀 向万宗主也切磋一二 美夫一听此话 却更加恼怒起来 何夫人切磋 这还算了吧 要是六道知道 我欺负了他夫人 那还不马上找我拼命 我可还不想挑起 这魔双方的大战 万天明打了个哈哈地讲道 似乎这是件很可笑的事情 美夫听到这话 脸上一阵泛红 最终瞪了对方一眼后 还是就此作罢了 不过 美夫放过了中年人 可这中年人 却不想放过吉音祖师 可就在他冲着吉音祖师 冷笑一声 刚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一阵轰隆隆的震动声 从通道外传来 连整座厅堂都微微颤抖起来 这下除了这些原音老怪外 所有的修饰 都吃惊地望向了外面 吉音祖师和如装老者 互望了一眼 脸上隐隐带了一丝喜色 只是吉音祖师的喜色中 似乎还有些苦笑 而万天明泽眼中 一闪即过 老道和老农一样的老者 似乎同样知道 来的是何人 却露出了一丝担心之色 随着一下下的震动之声 越来越大 只见厅堂口处 出现了一个高大异常的身影 一位黄须卷取 身穿蓝袍的怪人 忽然走了进来 但其没走动一步 整个厅堂就马上晃动一下 仿佛此人竟重于万惊一样 让人实在害然 这位怪人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 旁若无人地打量下厅内之人 最后目光在万天明的身上停了下来 并哈哈大笑了起来 没想到 万大门主竟回来此处 看来本人这次还真来对了 瞒谋可一直想和万门主较量一二 但可惜没有机会 这次总算能如愿了 怪人望向中年人的目光 满是挑衅之意 在下也久仰蛮凶的托天爵 号称乱星海防御第一魔攻 稍后少不了要讨教一二的 万天明冷冷地望向怪人一眼 丝毫不惧地回道 嘿嘿 好说 好说 万门主的天罗真宫 在下也是久仰得很了 怪人大嘴一脸 丝毫不掩饰眼中的跃跃欲试之意 但可惜 这位万门主 似乎现在不想起什么事端 他低声和老道与农夫一样 老者低语了几句后 就三人一同飞到了某个玉柱之上 然后 由老道和那玉柱上的修饰面 带微笑地说了几句什么话语 那位结单妻的老者 当即受宠若惊地自动让出了柱子 另找他处了 怪人见此 脸上露出一丝激笑 抬手在附近望了望后 忽然身形一晃地 像一根玉柱飞去 而这根柱子凑巧得很 正是韩丽所待的那一根 韩丽一见 不禁脸色一变 滚 这个地方本人要啊 怪人巨大的身形 刚一在柱子上站稳 立刻双目冷盯着韩丽 冰寒地说道 韩丽的神色 骤然变得难看 袖中的双手 也不禁用力地握在了一起 但稍微默然了一下后 他强忍住想出手的念头 还是一声不响地跳下了玉柱 随后柱子上 传来了怪人的狂笑之声 韩丽脸照寒霜 对他来说 虽然觉得屈辱至极 但也只能暂时忍让一下了 毕竟这厅堂内的静止 虽然可以限制修士们的大打出手 但他实在不清楚 这些静止对这些原因期修士的影响 是否和他们一样大 他可不想因一时一气用事 把自己的小命弄丢了 而当韩丽一肚子闷气地 找了一个干净的地面 重新做好之时 如庄老者才满面含笑地向怪人问道 蛮兄这次来得如此晚 清某还以为蛮兄改变了主意 这次不打算来了 不来 这怎么可能 我还指望虚天殿之内的东西 来练至长生丹呢 只不过在路上有事耽搁了一下 倒是这次万天明会来此处 我还真吃惊不小 难道他也知道 寿远古到了成熟期 也想要采摘一些 怪人摸了摸下巴上的黄须 有些疑惑地说道 这个不太清楚 不过 虚天殿内除了此物外 还有许多珍贵异常的东西 谁知道对方这次 是冲哪样东西而来的 如庄老者也有些困惑起来 这万天明可是正道中 数一数二的领军人物 他会不会是想打那虚天顶的主意 极英祖师似乎想到了什么 有些担心地说道 虚天顶 不可能吧 此物要是有这么容易到手 早就被以前的高人取走了 那还能轮到他们 未等蛮胡子回应 如庄老者早把头摇的根拨浪鼓一样 第435章 虚天顶 补天丹 这可不一定 我听闻万法门的弟子 前些年到处寻找金丝残 只是后来忽然又没了消息 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寻到了 若是有此其冲相助的话 可能这位万大门主 真的会打虚天顶的主意 极英祖师双眉紧咒地说道 并下意识地望了万天明等人一眼 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这时正道的三明元英七修士 正在柱子上盘系而坐 似乎一点也没注意到他们的谈话 哼 何止是万天明可能会有金丝残 听说吉英你也在离火岛上 得到了两只一种活吗 恐怕这次前来 你野心也大得很吧 盲胡子扫了吉英祖师一眼 毫不客气地说道 他似乎对吉英祖师偷偷摸摸的举动 颇有些不屑一顾 吉英祖师听了此话 神色骤然变了几遍 但随即脸上就恢复了长色 但心里却已在大骂不已 不用问 肯定自己的几位心腹 有人泄露了风声 落入了对方耳中 这次盲胡子来此虚天殿 恐怕取受原果是顺路 想要监视自己的举动 才是真的吧 尽管心里有些懊恼 但吉英祖师面上还一阵之后 仍毫不改色地说道 让蛮兄见笑了 乌某这次前来 的确带了两只一种活吗 不过他们的道行还浅得很 成功地希望实在有些渺茫 这还需要蛮兄和亲兄 相助一臂之力 邦尼 我们有什么好处 如生老者心里一动 但口中却迟疑地问道 吉英祖师听了这话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当即不再明说 传声道 按照虚天殿主人 所遗留的信息看来 那虚天顶内 除了最重要的补天丹外 还有数件古修士 遗留的顶级蛮荒古堡 威力绝对小不了 我除了要虚天顶 和一粒补天丹外 其余的东西 都给几位平分如何 如生老者目中贪婪之色一闪 但心里略一思量 又瞅了蛮胡子一眼 却回传道 我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还要看蛮兄的意思 毕竟 若没有蛮兄牵制住那万天明 我是不会冒此风险的 极英祖师一听这话 脸上并没有露出意外之色 他心知这位号称 轻易居士的如装老者 实在是个老滑头 若不拉上蛮胡子 绝不肯答应 这没有把握的事情 于是极英祖师 转脸望向了蛮胡子 面带微笑地 将自己的条件传声过去 然后才问道 不知蛮兄 对在下的提议有何看法 有没有兴趣合作一下 毕竟那补天丹的价值 不用我说 蛮兄也应该很清楚吧 能弥补人 五星灵根的东西 我想修仙界除此处之外 别无他家了 说不定蛮兄服用后 就会很容易功力大进 再次突破兽元限制呢 极英祖师似乎一点也不在意 对方刚才给他的难看 一个劲地在其耳边鼓动道 哼 凭两只火蟒 就想打那虚天顶的主意 我看你们 是头脑发晕了吧 当年不知多少原因期修士 进入了内殿 但全都杀鱼而归 你们觉得 冒此其险 有希望成功吗 要知道 内殿的危险程度 和外殿截然不同 即使我们修成了 元英的修士进去了 也不可能全身而退的 历次虚天殿的开启 元英七修士 泯灭在内殿的 可不是一两个的 蛮胡子冷哼一声 用嘲讽的语气说道 这个就不用蛮兄担心了 我只想问下 如果万天明一会儿 真的要打虚天顶的主意 蛮兄真的不想进去看看 极英祖师不动声色地说道 蛮胡子面上的冷笑之色 在极英祖师此话问出后 渐渐收敛了起来 他微眯起了眼睛 寒光一闪后 才慢慢地说道 若万天明真的愿意 肝冒起险进入内殿去 不用你说 我自然也会一同跟去的 毕竟虚天顶 即使我们魔道无法得到 也不能让正道之人拥有 他这话说得肯定至极 呵呵 有蛮兄这话就行了 只要到时 蛮兄肯出手 我先前的提议 自然也会算蛮兄一份的 当然 渐夫人若是也愿意 助一臂之力 乌某就更欢迎了 极英祖师倾笑地说道 并瞅了那美夫一眼 我这次是采摘些灵药回去的 那天太危险了 我是不会去的 温信美夫连听都不听 极英祖师的条件 就冷冷地拒绝道 极英祖师脸上失望之色 一闪而过 要知道 美夫虽只是原因初期的修为 但是其夫君六道极圣纳 可是魔道首屈一指的大魔霄 连蛮胡子在其面前自愧不如 没能将他绑到一块去 自然有些遗憾了 不过 他当然也不敢强行拉此夫人进内殿 只好微微一笑地就此作罢 毕竟他们这边三人对上正道诸人 已经不落下风了 没有必要再惹的夫人不快 魔道众人商量完毕 那边的万天明等人 却一直老实地默然不语 闭目养神 不知道是他们胸有成竹 还是早已有了对策 韩丽在角落里 将这一切看到了眼里 虽然因为距离太远 并且极英祖师等人的谈话 大部分都是传声完成的 但看他们向正道之人 不时望去的不善目光 也能猜到他们正在商量 应对那万法门门主等人的对策 这让韩丽暗暗欣喜 只有这些原因期的老怪物们 自己纠缠不清 他才能在其中浑水摸鱼 较安全一些 最好那极英祖师 因此而无法顾及他 这才更妙呢 韩丽正暗想 怎样才能将水搅得更浑一点时 厅堂外人影一闪 走进了两名白衣老者 这二人须发如银 一惊飘飘 如同神仙中人一样 厅堂内的众修士 一见这二人进来 目光刷的一下 全盯在了他们身上 但随即面线了然和恭敬之色 更有部分修士一直提着的心 总算暗松了一口气 而正魔两刀的老怪一见他们 却露出了复杂的神情 既有羡慕 也有些厌恶和无奈 两人中一位慈眉善目的白衣老者 一见众人都望向了他们 微然一笑 就何其知极地说道 这次的虚天殿之行 我们两位圣主 因为正在闭关 所以无法来主持此次的寻宝 而又我等两位执法长老 代表新宫来监督此次盛世 而这次寻宝的规矩 还是和历界一样 凡是在寻宝中 随意势强凌弱 或者想杀人夺宝者 都将被我二人出手阻止 并且还会被我们新宫追击绞杀 不过我们新宫的这种监督 只限于虚天殿的外殿 我等不会进入内殿的 更不会插手内殿的任何事情 所以 诸位要是觉得没有把握的话 还是止步于内殿外吧 另外 我二人不会因为虚天殿本身的危险 而出手相助任何通道的 就是有道友在面前遇难马上云面 我二人也不会眨一下眼睛的 我说得如此明白 大家都应该懂得我二人的意思了吧 这位白衣老者说完这话 双目如垫的朝廷堂那种修士扫视了一遍 其他人见其目光过来 纷纷低头退避一二 唯有那万天明和蛮胡子 见他望过来时 毫不退让地直接对视了一眼 这让此位白衣老者 先是一正 接着皱了下眉头 嘴里不由的低声难语了一句 怎么这两个怪物也来了 如此一来可就有些棘手了 他身侧的另一位冷脸老者 同样神色动了一下 但冷笑一声就恢复了冰冷的面孔 随后 这两位新宫来的执法长老 就在厅堂口处一左一右的盘膝坐下 不再理会听那音刚才的话语 引起的任何骚动 其他结单修士 则脸上或喜或愁的 神情各异 韩丽见此情形 不禁暗暗称其不已 不知新宫之人 这番出力不讨好的做法 到底是何用意 难道仅是为了树立新宫 在乱星海的权威吗 但这时 耳边传来了玄骨上人的声音 小子 你小心一点 新宫的人可不是个善茶 据我所知 凡是魔道之人是大石 新宫便会打压魔道 正道之人强大石 就会打压正道 根本不给两者壮大的机会 而且 每次须天殿之行中 都会或多或少的 有些正魔双方的修士 死得莫名其妙 说不定就是新宫之人 按下的毒手 你虽然不属于正魔双方的任何一边 但还是好自为之吧 我可不想好不容易找到的帮手 就莫名其妙地挂掉了 玄骨上人的声音冷漠得很 但话里的内容 却让韩丽心中漠然一惊 第436章 子灵在狱 韩丽几乎不用思量 就肯定玄骨上人所说的事情 十有八九是真的 毕竟新宫 可以屹立乱星海这么多年而不到 肯定使用了一些手段 更不可能平白无故 跑到这里做什么监督的 多半有他们自己的图谋 这样想吧 韩丽木中韩光一闪 虽然没有回复玄骨上人什么 但心里对这两位白衣长老 却立刻提高了警惕 但接下来的时间 这两位白衣老者 始终坐在原地动也不动 彻底进入了练气之中 根本不再睁开双目 更没有片岩出口过 于是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 时间又过去了三天 但这几天 只多了三四位新来的修士 更没有原因期修士到此了 而到了第四日的早上时 一边骤起 一阵阵轰鸣声响起后 厅堂口没有丝毫征兆地 落下了一道白玉石门 一下将整座大厅封死了 此门上白蒙蒙的一片 显然是设有厉害的禁止 并且 远处的宫殿大门处 也隐隐传来了一声巨响 似乎同样被什么封闭住了 这下 厅内的一些人 不禁露出一丝惊慌之色 但随后发现 那些原因期的修士 人人神色平静 这才放下心来的安稳下来 而这时新宫的两名白衣长老 则不慌不忙地睁开了双目 漠然站了起来 顿时其他修士的目光 盯在了二人身上 有知道的露出了然之色 不知道的 则带了一丝疑惑 而那些原因期修士 则面无表情地 看着二人的举动 一句话也没有说 只见这两人平静地 向大厅前端走去 但未等二人走到地方 在大厅最尽头的地上 一阵轻微地晃动 随后 地面上的几块石板 发出了耀眼的白芒 接着 在众人吃惊的目光中 一座帐许大的小传宋镇 出现在了那里 大厅内这么多的修士 竟没人看出 此传宋镇是如何出现在那里的 让许多自命不凡的修士 不禁惊讶万分 两位白芸长老 却波澜不惊地 走到传宋镇前 一公身地仔细检查了起来 半晌后 两人才互相望一眼地点点头 好了 这个传宋镇没有问题 从这里过去 就是徐天殿的外殿了 你们全都好自为之吧 说完这话 两位白芸者 一前一后地踏上传宋镇 结果 两道白光闪烁后 两人的身形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下 厅内的其他修士 不禁面面相去而来 但未等他们反应过来 万天明带着老道和黑兽老者 毫不迟疑 飞身飘落下了玉柱 同样地走到了传宋镇中 被传宋了出去 这一下众修士才反应过来 有离得较劲的 就急忙也走了过去 顿时 传宋镇处白光闪动不停 眨眼监厅内的修士 就少了一小半 也混在了其中 先走了一步 韩丽眼中一光闪动 忍不住地望向了 吉英老祖等人 谁知那吉英老祖 竟也大有深意地丑向他 这将韩丽吓了一大跳 急忙将目光撇开 心里更加不安起来 看来吉英老祖 似乎真的不会放过他了 韩丽心里郁闷之余 干脆也站起身来 向前面走去 吉英祖是见韩丽这番举动 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冷笑 这让他身边 一直装哑巴的乌丑 终于忍不住地小声问道 老祖 你好像从对那小子很在意啊 那人有什么不对劲吗 乌丑心里实在有些好奇 没什么 只是这个人对我有大用处 我必须要借助一二 吉英祖是摇摇头 有些漫不经心地说道 似乎并不想告诉 乌丑相关的事情 这让一直很受 吉英宠爱的乌丑 心里有些疑惑 但这时 如庄的轻易居士 轻咳嗽了一声 慢悠悠地说道 我们是不是也该出发了 现在听内可没几人了 吉英听了一阵 略意扫视了大厅内 寥寥无几的修饰 微微一笑地回应道 当然了 再不走地话 那传颂阵可就要消失了 再次出现 那就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 一说完这话 吉英祖师当即一拉乌丑 化为了一团乌云轻轻飘下 轻易居士和蛮胡子见词 也悠哉之极 飞下了玉柱 而美妇则早一步地先走掉了 看来此女士存心不详 和吉英他们搅合到一起了 韩丽一走出传颂阵 就出现在了一片荒凉之急的小土坡上 往四周望了一下 不禁恶然了起来 因为再离她不远处 就只有两男一女 其他的修士则踪迹全无 两男一女中的女修士 一见出现的韩丽 面露惊喜之色 竟是那位子灵仙子 她毫不迟疑地 向韩丽笑盈盈地走来 而原本和她在一起的男修 则不知传送到了哪里 这让韩丽不由地苦笑了起来 有一种麻烦又要上身的糟糕感觉 至于另外两人 则是一位灰衣老者和一位黑袍罩体的蒙面人 老者倒还罢了 但黑袍人身上 墨绿色的雾气缠绕周身 一看就是修炼魔功的魔道修士 这二人各站一处 看起来并不怎么对路 子灵仙子现在一向韩丽走了过来 自然引起了这两人的注意 不禁同样打量起了韩丽 老者的目光倒和气得很 还善意地冲韩丽笑笑 那黑袍人则目光冰寒 不带有丝毫的感情 韩丽则神色如常地回望了二人一眼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来 这时子灵仙子却一走到了韩丽身前 并倾笑着说道 没想到和韩前辈传送到了一起 看来还要麻烦韩长老照顾一二了 否则 这头一关小女子就过不去的 说完这些话时 子灵仙子的双唇微微一抿 有些不太好意思的样子 韩丽听了皱了皱眉 没有马上回复此女 反而用疑惑的口气问道 子灵姑娘修为大静 进入了住击后期 这是可喜可贺之事 不过子道友怎会来此地 这实在太冒险了点 毕竟结丹妻修饰 在这虚天殿中都不一定能自保的 虽然韩丽对这虚天殿一知半解 但并妨碍她对此行危险程度的判断 心里自然有些不解 听到韩丽此问 子灵仙子清秀的脸庞露出了一丝苦涩 用一种很无奈的口气说道 小女子也不想来此的 可是道友也看出来了吧 在下线再正处于假丹妻 马上就要尝试结丹了 可是子灵的资质不算好 手中能够凑齐地辅助丹妖 又实在少得可怜 这不 只好花高架从他人手中 购得一块虚天残土 来此碰碰运气了 毕竟我听人说 这虚天殿的灵妖极多 说不定老天开眼 能让子灵碰上几种对接丹大 有用处的灵妖呢 而且 我早已打定了主意 只是闯这第一关就作罢了 不会试图去闯第二关的 子灵仙子神色黯然了下来 眉宇间满是消沉之意 韩丽听了暗叹了一声 默然了下来 当初要不是他修炼了 三转中员工和大眼爵 并有众多的灵妖 强行提升结丹几率 恐怕他比眼前的子灵仙子 更加的结丹无望 想到这里 韩丽对此女道也生出了一种 同病相怜的感觉 再转念一想 那天雷竹不管怎么说 都是出自此女之手 并且妙印门每年 都给自己送来了一定零食 虽然数量不多 但总算欠了对方一份人情 倒不如趁此机会还了吧 以这样思量后 韩丽的神色略缓 用一种淡淡的口气讲道 既然能和子道友在一起了 在下自会稍加照料的 不过 若是真遇到了韩某 也自身难保的情况 子姑娘还要自求脱身之策的好 多谢韩长老 这一点子灵自然心中有数 绝不会拖韩长老后腿的 子灵仙子一见韩丽答应了下来 不禁娇容顿放 竟一时荣光逼人 让韩丽看了不禁一呆 随后 韩丽自觉失态地转过头去 脸上微热地 不敢再多看下去 第437章 提魂此女不是长得风华绝代 但刚才一笑之下 竟然也千娇百媚 风情万种 这让韩丽大有些意外 若不是体内的大眼绝功法 并没有什么反应 韩丽几乎要以为 对方使用了什么高明的魅功 这样一来 那她刚才的失态 可就有些古怪了 韩丽心里暗低估了几下 不禁又回头望了子灵仙子一眼 对方却已恢复了小家碧玉的模样 刚才那种射人心魂的惊艳之色 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韩丽正暗自疑惑之际 那边的灰衣老者 却向她走了过来 在夏天抬倒蛤蜊 不知两位倒有如何的称呼 老者客气异常的一抱拳 和韩丽二人打招呼道 韩丽将心里的那丝疑惑 暂时抛至脑后 抱以一笑地回应道 在下韩丽 这位是妙音门的子灵仙子 听了韩丽的名字时 老者脸色如常 但一听到妙音门和子灵的名讳后 不禁些诧异了 妙音门子灵仙子的大名 真是三生有幸啊 老者虽然话如此说道 但眼中的疑惑之色甚浓 显然子灵仙子的容颜 和传闻中若大艳鸣 有些名不其实 让老者有点意外了 子灵仙子当然也听出了 对方的客套 只是鸣嘴一笑地 什么也没说 不过老者也不是平常之人 转眼就恢复了长色 冲寒丽寒笑道 我等几人 既然被传送到了一块 也算是大有缘分 不如我等合理一期 通过此关如何 毕竟眼前的鬼缘之地 并不好过 听说不少结丹的修士 在过此关时 都被众鬼吞噬了 落了个尸骨全无 格力说到后面时 神色不觉郑重起来 似乎对着虚天殿之事 了解的不少 寒丽听对方 说到鬼缘之地时 目光则向远处打亮了一下 只见在他们这个 小土坡十几丈外 全都是灰蒙蒙的一片 到处飘荡着一眼 望不到头的灰白雾气 并有阵阵阴风 在雾中吹来吹去 伴有鬼哭奸鸣之声 隐隐传来 让人听了 不觉心中发寒 而这些鬼物 在土坡附近 被一层若有若无的白光 挡在了外面 无法再寸境分毫 否则韩丽等人 根本无暇在这里 安心商谈对策 早就有些野鬼孤魂 缠了上来 看到这里 韩丽不禁抬手望了望上边 同样雾气腾腾地 看不清任何东西 实在不太像在大殿之内 若说是身处荒郊野外 韩丽倒还相信几分 此时紫灵仙子 在一旁听了老者的话后 也忧心忡忡地插嘴道 我也听说了 这第一道关卡的鬼怨之地 原本不难过的 但自从陷落鬼物中的 修饰越来越多之后 则变得危险起来 因为那些失线修饰的怨气极重 生死之后 则化身为了一个个 法力不弱的力魄 对我们这些闯电的修饰 极恨之极 一见遇到了 绝对是不死不休 使得近几次虚天殿开启后 有更多的修饰 在此观就陨落了 而且 听说上刺虚天殿开启时 有一对修饰 在这鬼怨之地中 竟见到了神志大开的鬼王 结果整对人泯灭了 只有一人逃脱生天 鬼王 韩利摸了摸下巴 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 虽然他不太清楚 鬼屋们的修为划分 但也知道 鬼王等界的厉鬼 几乎是和结丹后期修饰 相当地存在了 再加上这些鬼屋的灵质 变得和常人无异 对付起来 自然棘手之极 格力间韩利露出了沉思之色 马上又说道 我也知道 碰见鬼王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我们几人 还是一起行动的话 保险一点 在下虽然年纪已大 也不想陨落在鬼屋中 变得和这些厉鬼一样 这老者倒也坦率得很 子灵仙子听了这些话 却没有再言语什么 聪慧之极的他很清楚 对方之所以会提出联手的建议 自然不会是 为了他这个助击器的修饰 而是冲着韩利来的 因此 他刚才插嘴了一句后 就乖巧地站在韩利身边 不再随意开口了 韩利听了老者的话后 则笑了起来 他没有直接答复对方 而是向另一边的黑袍人 看了一眼后 才不慌不忙地说道 葛道友有没有问过那位兄台 他是否愿意一起合作 葛丽一见韩利提到那黑袍人 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但愁出了一下后 还是有些信心地说道 可 别提那魔道之人了 刚才一传送过来 我就好心地 对他提了联手之事 谁知道这人冷冰冰 竟叫我滚 若不是老朽的脾气还算好 绝不能就这样和他算了 老者说完这些话后 显得非常气囊 韩利听了此言神色如常 倒对这黑袍人 产生了一丝兴趣 他一转脸 扬声向这位魔道修士 喊了一声 不知这位道友 有没有兴趣 一起同舟共计 毕竟我们几位 结单修士联手的话 就是真碰上了鬼王类的妖物 也未尝没有一拼之力的 韩利的声音 不大但清晰异常 应该真真切切地 传进了对方耳中 可这人听了此话后 只是冷冷地 向他们这里看了一眼 就无动于衷地转过头去了 根本不理会韩利的建议 韩道友 我说得没错吧 这人根本不知好歹 还是我三人同行吗 老者对黑袍人冷哼一声说道 看来他对先前的被褥之事 耿耿于怀 韩利轻轻一笑 还未等他说些什么 一旁的子灵仙子 却神色微变地轻移了一声 韩利一正地顺着其目光望去 只见那黑袍人 正迈不向鬼屋走去 竟一副要独自闯关的样子 韩利等三人愕然了起来 但随后格力脸带不屑之色地冷笑起来 这人真是自寻死路 单独一人就敢闯鬼屋 时有八九过不了此关的 韩利没有理会老者的冷嘲热讽 而半眯起了眼睛 凝神望着黑袍人的一举一动 他可不认为 对方这么做是自找死路 而是另有什么特殊手段 对一人过关信心十足吧 鬼袍人一走到鬼屋和白光交界的地方 宽松地袍袖一台 袖口中一道绿光射出 在其身前落下 竟是一只貌似猴子的小巧灵兽 这小猴身高不过持续 一身碧绿的毛发隐隐发光 最奇特的是 他的鼻子高高隆起 奇大无比 几乎占了面目的二分一还多 看起来实在有些妖异 韩利看了 心里只是有些诧异 还没什么反应 但疑似的老者 见了 却脸色大变地叫出声来 这是提魂 他竟然有此灵兽 怪不得如此的自大 老者进入出了一丝惊骇之色 而子灵仙子见了这小猴 同样满脸震惊之色 韩利皱了皱眉 问道提魂兽 这是什么奇兽 我怎么没听说过 子灵仙子听了这话 才从震惊中醒来 就忙给韩利解释道 提魂兽并不是天地自生的灵兽 而是魔道一隐秘门派 祭炼出来的一种 介于灵兽和妖魂之间的 一种奇特生灵 此东西虽然平常没有什么大用处 但却能天生吸魂淡鬼 无论是多厉害的妖鬼和力魂 一碰见此兽 只要被他用鼻子轻轻一吸 就会被其收进腹中 不出一时三刻 就会被炼化为了乌有 实在厉害异常 子灵仙子说到这里时 脸上满是羡慕之色 但是 子灵仙子画风一转 又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但是什么 韩利有些不满此女卖什么关子 但是此兽祭炼之法 只有那隐秘宗派才拥有 并且过程实在血腥异常 难以成功 是一件有伤天河的邪法 传闻中 只要此兽一现世 必是修仙界大乱的时候 葛丽望着黑袍人消失的背影 脸上满是复杂之色地说道 此兽一现 修仙界大乱 听了这话 韩利不由地冷笑起来 即使此兽不出现 乱星海该乱的时候 还是会乱的 你们还真以为是此兽 带来的灾祸不成 韩利有些嗤之以鼻地说道 第438章 鬼物遗骸 虽然韩利修的是成仙之道 但对什么天命之说 却根本一点不信 对他来说 修炼成仙 只是他追求永生的一种手段而已 就真有什么仙人出现在面前 他虽然会马上敬畏异常 但让他拜服唯命侍从 估计也无法真心做到 子灵仙子和葛丽 对韩利如此赤裸的言语 一正之后 略显尴尬之色 其实又何止 韩利一人这样想 大部分的修士 也都只是将提魂 知识 当做一个传说看待而已 只是一般情况下 谁也不像韩利说得这么直接罢了 毕竟有关天命和天道的话题 他们还是心存忌讳的 这时 黑袍人已经带着提魂 深入到了鬼屋之中 彻底不见了踪迹 韩利望了望鬼屋后 嘴角一翘地微笑道 我们也走吧 既然有人愿意 帮我们先扫开了一条路 我们自然确实不公了 韩道友的意思是 格兴老者 仿佛有些不懂这话的问道 其实老者自然明白韩利的意思 因为要是 韩利不答应联手的话 他估计也会这么做的 只是刚才他对黑袍人 还不屑一顾 现在却要借对方的光 闯此鬼屋 当着韩利二人的面 自然有些拉不下老脸了 只能貌似装糊涂地 让韩利先说出口来 韩利听了老者此言 有些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什么 却带头 向那黑袍人消失的方向走去了 紫灵仙子自然毫不迟疑地紧跟去 格里一见此景 愣了下后 只好脸上一红的 也跟了上来 灰白色鬼屋 一见有生人走了过来 竟如同有生命般地沸腾起来 并翻滚着扑向了三人 若是普通的凡人 被这些灰白雾气一缠身的话 立刻就会精血吸尽 变成枯湿而亡 魂魄则成了这些鬼物的一部分 从此陷入鬼道 再也无法脱身 但韩利三人可是修仙者 自然不会惧怕这区区的鬼物了 只见三人身上光芒闪烁后 各有自己的防护之道 格里是一台手 放出了一把淡红色的小伞 在头上 仗许高处 徐徐地转动着 而一道红的光柱 将老者照在了其中 鬼物一碰出这些红光 顿时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随后冒出了一股股诡异的清烟 并隐隐发出了 鬼哭狼嚎之声 其他的鬼物见了 就只赶在红光外 张牙舞爪 却不再扑向上去了 仿佛是有智慧一样 紫灵仙子则释放出了 四颗拳头大小的圆珠法器 在周身盘旋 结成了一个杖许大的移动结界 此结界洁白金银成方形 将那些鬼物 全都排斥在了旗外 而无法靠近紫灵仙子分毫 不过 最诡异的防护手段 就要算是寒厉了 因为寒厉身上 除了发出了一层 轻盈的清光外 根本没有动用 任何法器和法宝 而那些鬼物 一进寒厉的周身时 就被几道莫名的电光 给击射得烟消云散 化为乌有 这幅怪异的景象 自然引得葛厉 和紫灵仙子一阵的诧异 但他们 倒也眉不时去地主动去问 紫灵仙子在疑惑之余 隐隐地想到了天雷竹 但心中也不怎么肯定 寒厉仍由若不知地 走在了最前面 这倒不是他想逞什么英雄 而是在这四面 全都鬼气弥漫的地方 走在前面和走在最后 实在没什么大区别 还不如走在前头 好掌握一些危险情况呢 至于那些电光 其实只是将体内 清竹风云剑的部分剑气 遍布在了护盾上而已 也只有清源剑觉得 护体剑盾神通 才能不用将法宝放出 就可直接借助飞剑的部分威力了 这一点 也是寒厉最近才参悟出来的 一种施法手段 而以精雷竹的辟邪特性 自然对这些鬼物来说 是小菜一碟 当然 寒厉并没有全部导出 精雷竹的威力 所以这些电光 只是蛋白色而已 倒也不怕别人认出 精雷竹来 但他那远超普通修士的 强大神石 自从一走进鬼物后 就完全放开了 以防被什么厉鬼变化 偷袭而不自知 毕竟以他们修士的灵木 在这鬼物重重中 也看不出多远的 不过 黑袍人所走过的痕迹 在这浓浓雾气中 非常的好寻觅 因为一道 比周围雾气 浅淡多的丈许宽通道 用肉眼就可以清楚地分别出来 韩力等人 只要依此追腻就可以 不知这是那黑袍人的功法所致 还是那提魂的灵异表现 但对韩力来说都是无所谓 他也懒得去细想了 那提魂越是厉害 对他们这些随后制的人来说 自然就越有利了 现在他一边面无表情地观察着四周 一边脚下一高一矮地慢慢走着 因为脚下所踩的地方全是坑坑洼洼 有些湿漉漉的感觉 似乎潮气很重的样子 就这样 不知走了多久 一路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他们一行人 不知不觉地随着黑袍人 走进了鬼屋深处 并且鬼屋的颜色 也开始由原先的灰白色 渐渐地发黑起来 但韩力的脸色 却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阴沉了下来 并开始皱紧了双眉 嘎嘣一声脆响 韩力默然停下了脚步 低下头瞅了瞅 身后的紫灵仙子和老者剑慈 也好奇地围了上来 韩力眼睛微眠了一下 随即就恢复了正常 并将一只脚从原地挪了开来 因为脚下不过是一堆白骨而已 外面还裹着一层青光闪闪的衣衫 似乎不是普通的服饰 在旁边 还有一把断成了数捷的残剑碎片 质地晶莹透彻 好像灵性油存的样子 看来 这是一位身陷此地的倒霉修士了 韩力目中一光闪动 但又摇了摇头 看此人死去这么多年 法宝残骗还灵性油载 想必生前也是一位修为不低的修士吧 但在这里生死后 却连尸骨都无人收敛 实在和生前的风光天差地别 可悲得很了 可见修仙路上一不小心 就是千劫不复的局面 结局甚至比普通人还要悲惨三分 这位修士的魂魄 如今也映成了鬼物的一部分 或以化身为了厉鬼 很难再重入轮回之道了 韩力正感慨之际 不经意地望了其余两人一眼 那紫灵仙子脸色略有些发白 一见韩力望向她 勉强地抱以一笑 可信老者的神情却有些古怪了 她眉头紧皱地盯着那青山半上 忽然手指一弹 一朵鸡蛋大小的火花 落到了青山之上 结果未等出到此雾 火光就一闪即逝地灭掉了 可 果然是她 格力抬起手来喃喃地说道 脸色变得黯然起来 怎么 可道友认识她 韩力双眉一条 望着白骨淡淡地问道 紫灵仙子也在一旁露出了好奇之色 这仁英是和在下 有过庶面之缘的玉真人 她结单比我早得多了 身上的这件屁火宝衣 是用百年兵蚕丝炼制而成 等闲火焰是无法尽其身的 也算是小有名气的宝物了 上次虚天殿开启之时 听说她也去了 可是一去再也没回来 没想到 此人真的实现在此 并竟连第一关也没有闯过 实在是不幸啊 格力长叹几声地说道 韩力听了默然了起来 但一会儿后忽然问了一句 让老者一正的话语 这位玉真人的修为和法宝威力如何 比道友要高深得多吗 韩力平静地问道 格力听了此话 似乎有些明白韩力的意思 略一碾下巴的胡须 就肯定地说道 这位玉真人 虽然和我现在一样 都是结单初期的修为 但是当时的他 据说即将突破瓶颈 马上要进入了结单中期了 应该法力比我高深了一大截才对 更何况 他是非常罕见的兵属性一灵根 修炼的兵系功法 我更是远远不如了 至于法宝 我没见过他和人斗法的情形 这倒没有办法判断出来 不过 不应该比我差吧 老者一面说着 一面气色越发地难看了 这么说 附近应该有个厉害的家伙才对了 我原本就觉得奇怪 即使有那体魂兽开路 怎么一路上除了这些鬼屋外 什么野鬼孤魂都没有见到 那黑袍人总不可能将附近的妖鬼 都替我们收拾干净了吧 韩力同样神情 郑重地说道 第439章 鬼王 一 紫灵仙子也听出了韩力话里的意思 翘脸刷的一下 越发白了几分 老者望着地下的白骨 漠然不语起来 同时目光闪烁不定 不知在想些什么 韩力则犹若不见地 向四周望了望 嘴中仍淡然地分析道 既然连块结单中期的修饰 都陨落在了这里 说明这厉鬼的修为 绝对可怕至极 即使没到鬼王的境界 估计也离此不远了 不知紫灵姑娘和葛道友 是否做好了 有可能泯灭于此的心理准备 二位如果马上回转的话 就不用冒此起险了 而在下还是要冒险一事的 韩力的声音很冷静 但这二人听了后 却面面相去起来 半场之后 思量了一番的紫灵仙子 才决然地说道 韩前辈 若是此生无法结单的话 就是永坠鬼道 小女子也认了 我是不会回去的 她声音坚决之极 一听就是真的拿定了主意 但韩力听了 心里只能苦笑一下 又回头望了望老者 可力脸上殷勤不定了 好一会儿后 她才颓丧地说道 葛某此次前来 其实只是想看看 是否能摘取些寿元骨而已 并没有什么 非要拼命拿到的东西 既然现在向前危险如此之大 老朽还是原路返回算了 毕竟能够安稳地作画兵节 也比永坠鬼道要强得多 说完这些话后 老者露出了一丝惭愧之色 随后他向二人一抱拳 就不再犹豫 低秀一甩 暗原路消失在了雾气中 韩丽在原地面无表情地 看着老者消失的方向 半天没有说话 紫灵仙子则露出了失望之色 少了一位结单修士的同行 在鬼屋中的危险 可就更大了 韩长老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紫灵仙子看了看 四周阴森森的浓雾 有些抢笑着对韩丽说道 虽然他刚才说的坚决之极 但实际上这种选择是对是错 恐怕此女自己也不知道 故而此时心里也气上巴下起来 韩丽平淡地嗡了一声 却低头看了看那句骸骨 突然他单手一抓 那件屁活宝一嗖的一声 凭空飞到了其手中 然后面不改色地收进了储物袋中 紫灵仙子见到此幕 露出几分吃惊之色 张开幸唇想说些什么 但想了想后 还是没有开口 而韩丽接下来的举动 又让此女大出意外起来 只见韩丽手指一弹 一道青色剑光脱手而出 将附近的地面 击出了个仗许大的深坑 随后韩丽轻飘飘地衣袖一幅 将此骸骨连同法宝残片 全送进了坑内 掩埋了起来 看到这里 紫灵仙子的神色古怪至极 是不是觉得我做法有些奇怪 韩丽忽然扭头冲着此女 平和地说道 有那么一点 紫灵迟疑了一下 还是肇实地说了 韩丽闻言轻笑了起来 我之所以会掩埋掉她 只是觉得同为修道之人 自己也不知 哪一天会落个白骨一堆的相同下场 既然遇见了 就顺手帮下吧 省得对方暴食荒野 希望我万一遭遇了不测后 也会遇到为我尸骨的同样同道 至于取了这件宝衣 自然是因为死人用不上此物了 随其身埋地下 有些太可惜 我还取了全当作为埋骨的报酬吧 韩丽慢悠悠地说道 紫灵仙子听完这番话后 脸上的亚瑟渐渐消去 沉吟了起来 而这时 韩丽迈开步子 向前走去了 紫灵仙子见此 望了望地上心埋的土堆 轻叹了一声 也徐徐地跟了上去 紫灵道友 你对虚天殿的来历 知道的有多少 能否略说一点虚天殿之事 因为就两个人了 韩丽干脆稍等对方一下 和此女并肩醒起来 一副很悠哉的样子 紫灵瞅了瞅韩丽从容的面孔 心里有些复杂 只是结单初期的对方 在这般危险的地方 还表现得如此从容 这真出乎了她的意料 但这也让她安心了许多 这说明 对方应该有些倚仗才是 现在听韩丽如此一问 微微一震后 她就乖巧地回到 虚天殿在乱心海存在的时间 无从考究了 只知道 此殿每三百年 就会从天外降落到 乱心海的任意一角 而且多为偏僻无人之处 此殿内宝物众多 不论是灵药 古堡 功法 都可在此处寻觅到 因此 这应该是蛮荒石的古修士们 不知为何原因 特意建造的一处秘店 所以 每次开启之时 都会有众多的高阶修士 前来探宝 但是虚天殿内机关阵法重重 越往最核心处的内殿处靠近 所发现的东西 就越发珍贵 遇险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 据说内殿中的东西 才是这虚天殿真正的宝物 不过要想到达那里 就必须通过前面的 三大试炼关卡 否则就是白日做梦而已 而能安然无恙地 通过三大关的 除了原因期的修士外 就只有一小部分 运气不错的修士才能通过 因而对普通修士来说 内殿越发的神秘了 紫灵仙子 一边用悦耳的声音轻声说道 一边留神了一下 韩丽的神情 但她略有些失望 韩丽始终神色未变 让她颇有些高深莫测的感觉 虚天殿内的宝物就是再多 经过这么多年的历次开启 应该没有多少了吧 韩丽又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虚天殿开启的时间有限 而且每一件宝物 都藏得隐秘无比 得手不是一件简单之事 应该还有不少吧 据说 基本上到此来的修士 能寻到一两件 就算比较走运的了 只能采点普通灵药 空手而归的修士 也是经常有的 这要看个人的造化了 否则此店内的宝物 早就被那些原因期修士 一扫而光了 紫灵仙子 有些不太肯定地说道 韩丽神色一动的点点头 不再问什么了 而是稍微加快了 一下脚步 接下来 二人沿着那黑袍人 留下的踪迹 足足走了一顿饭的时间 仍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这让紫灵仙子 稍微安心了一些 也许那厉鬼 这让此女希望大声 但这个念头 刚从紫灵仙子的心中生起 韩丽却一皱眉 脚步再次停了下来 怎么了 紫灵仙子默然一惊 同样站定了身形 有些不安的问道 随后 用神石往附近探寻了一番 但是毫无所获 那黑袍人 恐怕和那妖鬼撞上了 现在正都在一起 韩丽目中一光闪动 声音一冷地说道 那我们怎么办 是上去帮忙 还是趁机绕过去 紫灵仙子迟疑了一下 有些愁愁地说道 韩丽望了此女一眼 知道对方心里 多半还是倾向于后者 想要趁机脱身 这种做法也不能说错 若是这里不是鬼物之中 韩丽同样想都不想地 立刻会这样去做 但如今骂 韩丽摇了摇头 轻叹了一声后 大步向前走去 紫灵仙子见此 脸上一愣 但略一思量后 她还是一堆狱卒的紧跟了上来 她紧追出去数十丈后 就隐隐地听到了 法术的爆裂声 还有一种细细的低气哭声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妇人的声音 间隙低沉 似段非段 让人听了烦躁无比 心神不宁 而她只听了一点点 就感心神动荡 大有想手舞足蹈的欲望 这让紫灵仙子心里一惊 急忙运用心法将原神巩固一下 才敢擦把冷汗的抬手望去 这时 她早已看不见了韩丽的背影 紫灵仙子犹豫了起来 但一咬牙后 还是神情郑重地 慢慢向前走去 结果 她仅仅在走出了一小段距离后 竟意外地看到了 韩丽倒被双手立得凝重身影 这让紫灵仙心里一喜 急忙奔了过去 但未等她靠近韩丽 忽然耳边的鬼气之声大起 让她一阵的头晕目眩后 手足不由地狂舞起来 根本无法自制 紫灵仙精害得面无血色起来 第440章 鬼王 2 勾魂鬼因 紫灵仙子脑中几乎不用思量 就浮现出了这个 让她心冷的鬼功 此法术可是高阶妖鬼的天赋法术 对敌石只要施展出来 就可让修为远低于自己的对手 全身血液逆流 无法自控 而狂舞不停 实在是阴损之极的鬼岛直术 她稍一大意 将开始听到的声音 当做了普通的鬼嚎之术 内心自然懊悔不及 眼看自己就要随着那鬼气之声 一步步无法自主地向前狂舞而行 紫灵仙子害惧之极 就在此时 她耳边响起一声男子的呆声 这声音不大 但却如同惊雷一样 震得她心魂一颤 接着两腿一软地坐到了地上 但随后她就惊喜地发现 自己再次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这让此女心里一松 不禁感激地望向了前方一眼 因为她听得清楚 那声音正是韩力所发出的 紫灵盗摇 以你的修为 只要守住心神 不会被此鬼因趁虚而入的 你是大意了而已 韩力沉稳声音 在此女的耳边再次响起 紫灵仙子脸上微红 低声嗡了一下 才不好意思地从地上站起 守住心神地向韩力走去 到了韩力背后 她才意外地发现 韩力正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目不转睛地向前望着什么 此女顺着韩力的目光也看去 结果入目的情形 让她心里不由的一景 只见在不远处的鬼雾中 黑色的浓雾翻滚不已 并不是有绿红两色的光滑放出 而低沉的轰鸣之声 和刚才让她出了大丑的鬼因 更是不时交织到了一起 其中那个黑袍膜修正 指挥着一把火红的怪锤 喷出无数的蓝色烟火 再和一个模糊的黑色鬼影 缠斗不休 那个鬼影通体雾气照身 并寄出一颗拇指大小的绿珠 放出漆黑的悬阴寒气 将黑袍人困在了其中 大占了上风 而那只据说可以吸魂淡鬼的提魂兽 则被两只浑身长满了绿毛的人形鬼物 正远远地纠缠不清着 这两只怪物 除了脑袋尖尖 并双手割握一把树持许长的白骨短叉外 其他地方都和普通的绿毛僵尸一般无二 此刻 他们正手持两柄骨叉 喷出绿的鬼火 不停地攻向提魂兽 提魂兽则从鼻中喷射出黄色霞光 任凭鬼火如何地猛烈 但只要被这霞光一卷 就全都丝毫不胜地吸入了腹中 猛一看 提魂兽反而大占了上风 因为这两只绿毛怪 除了借用古叉上的鬼火远攻外 根本不敢靠近此兽身边丈许 似乎对那黄色霞光忌惮非常 不过这样一来 提魂兽却因此被两个鬼物缠住 再也无法援助黑袍人了 鬼夜叉 一见到两个绿毛怪的形象 紫灵倒吸一口凉气地脱口交道 怎么 紫道有认识这两个东西 韩丽听了心中一动 但头也不回地问道 应该没错吧 虽然只是第一次见到 但和书上说的的确一模一样 这是僵尸之中 非常罕见的一个种类 是少数几种 可以在白日下活动 并可遨游天地的鬼物 难怪他们能够不怕 那提魂兽的威压 而敢凑上前去了 因为他们有肉身存在 只要不是近距离 被吸魂兽的吸魂光喷住 就应该能够缠住此兽 毕竟这只提魂 一看就是道横海浅 除了这吸魂神光外 尚不会其他神童 紫灵仙子上前了一步 和韩丽并肩站立后 吐气若兰地解释道 韩丽听完后 脸上没有什么异常 但心里却按叹息了一声 此女修为不高 但这份见识 实在不是她这样的散修 是可比的 虽说 她以前也在黄蜂谷 看过不少的典籍 但当时修为上帝 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隐秘资料 她还是没有资格看到的 至于后来 来乱星海后买的典籍也不少 但是毕竟不是经过 门派系统整理过的 不是重复了 就是漏掉了许多东西 平常还无法看出来 但是一到像这样的关键时候 就显得自身的见识不足了 看来 此次能够安然脱身的话 还真有必要去妙音门系统的 看一些这样的典籍才行 想必对方也不会拒绝 自己这位名义上的长老吧 韩丽正思量之际 场中又发生了变化 火红飞锤的蓝色烟火 终于被鬼影绿珠的黑色阴气 彻底遮蔽住了 眼看火焰全灭一副 岌岌可危的样子 这让黑袍人又惊又目 要知道 为了此次的探保 他可做足了的准备 以为凭借提魂兽的威力 最起码闯过第一关鬼渊之地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才一口拒绝了 韩丽等人的邀请 可没想到 竟碰上了道横如此高深的恶鬼 竟懂得各个击破之策 趁他一时大意之际一个突击 将他与提魂兽分离了开来 从而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 但可惜的是 他这一派的弟子 除了祭练提魂兽 和懂一些奇特的艺术外 正面对敌时 可并没有什么出色的神通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与他心神相同的魔火锤 光滑越来越小 威力越来越低 一想到陨落此地的可怕后果 黑袍人的内心 冰凉无比起来 恐慌不已 就在这时韩力赶到了附近 这让默然发现的黑袍人 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一样的心中大喜 但是韩力到场后的表现 却又让一向心高气傲的这位 气恼得差点吐血了 因为 韩力眼看他处于如此危险的情况 可竟一点上前相帮的意思都没有 反而在远处冷漠之急地注视着 他和妖鬼的争动 这让黑袍人对韩力恨得牙根直痒痒 不由地咬牙切齿起来 随后 那紫灵仙子正好也赶到了 看着黑袍人苦苦挣扎的样子 紫灵仙子也有些诧异 韩力为何还不出手 难道因为 黑袍人先前的恶劣态度 故意想看着对方生死吗 此女觉得 韩力不像如此短见的人 心里就越发地狐疑起来 而且因为韩力刚刚的救命之恩 她也不好直接说出怀疑的话语 只好用复杂的眼神 默然注视着黑袍人和那鬼影的争动 但此刻 黑袍人实在支持不住了 她的飞锤在绿珠放出的阴气包裹之下 终于磨焰全消 被团团地困死在了空中 而这时的黑色鬼影 则一声奸笑 身形忽然化为一道乌光 直向黑袍怀中激射而去 虽然因为衣室的遮挡 无法看清这位魔修士的神色变化 但她却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似乎正脸色惨然地闭目等死了 黑袍人很清楚 虽然身体外 还释放了其他防护法术 但是对这样的厉鬼来说 根本等若止胡 没有法宝在前面抵挡的话 恐怕被奇异抓之下 各种护照 就会支离破碎了 她也会当场而亡 而她的飞锤已被困死 也没有其他法宝可以寄出 只能束手待毙了 在这危机之时 一直在旁边冷眼相叹的韩力 却毫无征兆地出手了 只见她一抬手 四五道细长的青色剑气 飞速射出 一闪即逝地击向了黑影的要害部位 若是黑影不管不顾地 仍抓向黑袍人 固然可以将黑袍人一把抓死 但同样她身体的金河所在 恐怕也会被这几道剑气 脚斩的粉碎 黑影自然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事情了 当即身形晃了几晃后 就由若未动抽身回了原处 接着双目射出绿芒的四钉着韩力 一点波动的情绪都没有 看到这种情形 韩力眼中一光闪动 手掌一翻 一个小巧的零售袋出现在了手中 但她没有马上寄出此皮带 反而另一只手的五指飞快地轻弹 十几道同样的轻光射出 直奔那两只绿毛叶叉而去 那两只鬼物倒也机灵得很 一看韩力偷袭而来的轻盲 当即身形晃了几晃后 化为了两股绿烟消失的无影无踪 片刻后 他们两个的身影 又出现在了黑色鬼影的两侧 冲着韩力凶狠地呲牙咧嘴着 露出了满口的黑黄獠牙 而黑袍人趁着鬼影注意力 摸一道韩力身上时 猛然孤注一掷地全身法力催动 竟针将飞锤收了回来 顿时心中大喜地化为一道红光 向韩力这边飞射而来 但这时 韩力却猛然脸色一寒地大喝一声 小心 还有其他鬼物 听了这话 黑袍人震了一震 但这时 一道淡若无形的灰色人形 已从另一侧的雾气 重翼飞射出来 一闪之后 就到了黑袍人的身前 黑袍人根本躲避不及 露出的双目中 满是惊骇之色 ' 作诊癒